自太子殿下一划沉睡 苏醒又离开后 帝君一直替天君分担政务 忙的是焦头烂了 听说昨夜又是彻夜未眠批月公文 一大早又前往林霄宫议事良久才返回 这会自己有可能再小气 思命进入太成宫后 拉住一个仙俄问道 帝君现在何处 仙俄答道 帝君现在书房 思命走进书房 正要张口说话 就在帝君在踏上闭目小气 以往这种时候 帝君都会敏感地察觉到有外人进来 可也许是昨夜太过劳碌 今次竟始终未意识到思命的闯入 思命尴尬地站着 可也不敢耽搁 毕竟关系到小殿下 帝君嘴上不说 可行李一定会紧张 思命只得咳了一声 制造出一点动静 东华果然行转 睁开双眼后 见思命后在一旁 便问道 你以前从不这样 可是有事 思命剑被戳穿 只好抢笑一下 答道 是有关青秋女军白凤九 但东华文言整了整衣衫 坐正身子 是何事 思命躬身回道 虽然小殿下劝小仙 不要来找帝君帮忙 可小仙觉得 还是得向帝君 禀告一声为好 小殿下在下界 不知因何事 冲撞了傍王 据小殿下所说 傍王声称 小殿下坏了他的大事 还累得他法器被盗 而小殿下则称傍王无端打伤青秋子民 小仙担心那傍王不肯善罢甘休 会到天君那里 狠狠告小殿下一撞 而天君也不便过于偏袒小殿下 所以特来禀告帝君 东华脸色未变 只起身问道 他们现在何处 思命答道 小仙过来的时候 小殿下正要前往灵霄宫 现在二位应该正在灵霄宫面见天君 东华点了点头 急不出宫 灵霄宫内 傍王成吞满面怒冷地瞪着凤九 见凤九一副不为所动 更不思悔改的模样更添怒气 转头望向灵宝天尊 天君 你看看她是什么态度 害得我法器被灵霄盗取 更让灵霄从我眼前逃脱 她倒还理直气壮的 真是青秋的好女君啊 凤九见成吞说话家傍带此的 也出言反击 天君 凤九是见她二人打斗伤到不少青秋子民 才会施法拦住她的暗器阻止 他们继续伤害无辜 至于这法器被盗 我也是料想不到 而且她伤了人就要逃走 我当然得把她拦下 怎知会因此让她口中的灵害逃脱呢 凤九根本不识的她二人 如何会诚心从中作梗 傍王哼一声 是想说不知者不罪吗 你可知因你今天的阻拦 等亡损失有多大 还不知去何处将灵害寻到 将法器夺回 你倒推得干干净净 凤九正便道 若真是因我担了你的计划 我最去帮你将灵害抓到 将法器寻回即可 傍王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 满脸激嘲之色 真是大言不惭 你当那灵害是那么好抓的吗 本君也是找了半年才找到他 你倒是说得轻巧 大话谁还不会说 灵宝天尊见二人你来我往的争辩 急忙打断他们 好了好了 你们都少说一句 傍王 我知那灵害是你同父一母兄弟 你为何突然要追捕他 傍王朝天君依了依 恭敬达道 丙天君 那灵害是我父亲的小妾所生 必来狼子也行 纠结各方反对力量妄图 取本王而代之 这次本王正是查丙半年 才在青秋附近找到他 我二人也在青秋女君的面前大打出手 哪知这女君实在愚蠢 不停从旁阻拦 那灵害便趁机盗去我的郑云平逃走了 我本想抓住他带到天君面前才夺的 可现在天君您说该如何处置 天君沉吟 有些不知该如何裁决 这 傍王 许久未见 你的脾气还是这样直 东华帝君的声音解救了天君 傍王回头 见东华缓步走进大殿 傍王朝东华依为依 帝君 正是久未见面 不知帝君别来无恙 东华朗声答道 本君甚好 倒是你 火气可是大的很啊 傍王有些惭愧 解释道 帝君教训的是 可实在是这青秋女君多事伴助我 累得我一腔心血付诸东流 更被灵害盗去振云平 心里头真是窝囊得很 但 凤九多事 不知他多的是什么事 东华面有疑色 成吞一提起这个话茬就满肚子的火 我与那灵害动武时 这青秋女君出手阻拦 灵害便趁机抢去振云平逃走了 东华微睁大眼睛 目光露出不解之色 不知凤九为何要出手阻拦 成吞语焉未详的解释 我与灵害打斗时伤了几位青秋百姓 他便出手阻拦 东华了然的点点头 做事又问道 那不知这青秋女君该不该理青秋百姓的生死呢 成吞莫不作声 东华又继续说道 刚才你说凤九伴住了你 我竟不知凤九的法力修为竟高到如此地步了 竟拦得住西海傍王 他未出生时你可就承袭地位了 如何能被一个小丫头拦住 究竟是你太过谦虚还是凤九真的如此厉害 成吞面上有些懒然 吞吞吐吐道 这 灵害也是极为狡猾激警 尤其法力上成 脱身之术比谁都学得好 倒也不能全部责怪青秋女君 东华顺势就扩下驴 凤九本就是个小丫头 继任女君才数月 不认得你们这些身居检出的上神也不奇怪 你又何必同他如此计较 这般欺负一个小姑娘 回头胡帝和哲言之道了 当心他们嘲笑你以大欺小 成村戏品帝君所言 但道自己糊涂 眼见这女君孤身而来就昏了头 胆想着出气 若真得罪了青秋 怕是胡帝和哲言就不好对付 思极此 成吞芒低头说道 帝君说的是 本王确实有些鲁莽 你也该改改你的脾气了 见到谁都有言不敬 也不懂莲香西域 将来可怎么娶妻生子 传习具棒族地位 东华玩笑道 成吞文言更显局促 有些答不上话 东华也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傅问道 那此事你觉得当如何处置 成吞看了一眼凤九 说道 此事确实也不能全怪那青秋女君 放走灵害也是无形之失 只能怪本王运气不好 或是那灵害运气太好 凤九见东华一路都在为自己开脱 不想让帝君白白耗费人情 便说 既然凤九促成了这个结局 那凤九当然有责任帮帮王 跑回法器 扎回叛贼 凤九不会逃避自己该负的责任 成吞如何不知帝君 是在为凤九求情转还 可看这女君一副不领情的样子 忍不住刺道 女君严重了 你初登地位 万事皆不熟悉 还是先熟悉四海八荒详情 免得再发生此类误会 这夺回法器一事就不劳你操心了 本王自有主张 你 凤九受不得语言相机 不管帮王需不需要 凤九自当竭力 但没有袖手旁观之理 成吞见凤九一脸气鼓鼓的样子 颇感好笑 正呆在说两句 却被灯华打断 好了 他还是个孩子 你同他计较这么多做什么 不怕别人说你为老不尊 成吞如灵大敌 本王可不老 帝君您莫要把我划分到您那一个级别 东华见成吞急忙撇清了样子微微已正 而后方回复道 是 是 你不老 傍王你春秋正成 本帝君老了 一旁墨里的凤九突然出生 帝君一点也不老 东华文言将目光落向凤九 他早就发现自禁殿后凤九 一直不肯与他实现相处 可这会儿却大方地望着他 凤九似是明白东华刚刚被成吞的那句无心之语伤道 因此特地出言安慰他 东华心下坡感到一阵温暖 望着凤九微微一笑 凤九见到这许久以来的第一个微笑不觉有些看齿了 而后才意识到甚微不妥 脸色仗得通红 赶紧低下头来 避过东华目光 林宝天曾开口道 既然此事已经了结 伴王也无需怒气冲冲 不如留在九重天多住几日再回去吧 成吞爽快的音下 多谢天君 凤九也开口告辞 天君 若无其他事 凤九先行告退 林宝天尊大方准允 去吧 女精今天也受惊了 早些回去 谢过天君 凤九告退 凤九朝天君扶了一扶 又低头朝地君扶了一扶 然后转身离去 凤九踏出林宵宫后正继步走着 呼听的身后传来地精的叫声 凤九 凤九闻言停下脚步 但并未转身回头 东华缓缓夺不止凤九身前 道 你如今是不愿意见我了吗 凤九仍旧低垂着脑袋 道 帝君何出此言 凤九万万不敢 不敢 东华反问道 那你怎么也不看着本君答话 看与不看又有什么差别 凤九结问 东华一时答不上来 便问你为何不让司命告诉我 傍王为难你的事情 凤九答道 凤九自己可以解决 不想把地精卷进来 东华见凤九仍是名玩不灵的样子 夫问道 你如何解决 那傍王是个霸王个性 他今日在天君面前重重参你一本 倘若本君没有及时赶到 还不知天君碍于傍王的面子 要如何惩戒你 凤九默了一会儿 闷声答道 那也是凤九自己的事情 无需白白浪费帝君的人情 凤九也不想再见帝君人情 帝君叹了一声 道何来的歉 看来在你心里不愿在于本君有任何瓜葛 凤九急忙抬头望向东华 帝君 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帝君微微挑眉 终于啃抬头了吗 然后细细打量凤九一番才开口 你瘦了许多 凤九的目光也紧盯着帝君脸庞 他眸子里的疲惫掩掩掩掩不住 凤九忘了许久 似要分辨这张脸与夜夜入梦的那个人有何区别 两久后凤九开口 帝君你憔悴了不少 但是并不减风资俊义 帝君似是有些触动 眼神望向别处 说道 孩子气 你作为新任女君 事物固然繁忙 但也要爱惜自己的身子 普柳之姿可不适合你 凤九神色间却有些哀怨 若不能得帝君垂青 是蒲柳亦或是松柏有何区别 若能得帝君垂青 蒲柳又如何 松柏又如何 帝君听着凤九的自怜自伤之语颇为心酸 可又不得不硬起心肠 早先劝你的话都白劝了吗 怎么如此冥顽不灵 凤九苦笑一声 道 人前我只能抢作欢笑 这些话也只能与帝君你说一说 帝君你既不愿听 我便不再说了 帝君收回目光 转而看向凤九 凡事都往开处想想 你还如此年轻 不要化地为牢 凤九收敛脸上的悲戚之色 淡淡答道 多谢帝君 帝君吩咐道 回去吧 说吧转身离去 凤九望着帝君毫不留情的背影 也缓步走出九重天 在美丽尾 Й hol